今次我在倫敦住的第二间酒店 就是非常有历史的Langham浪亭酒店 其实香港人一听Langham 大概第一件事就想起疫情当时住在尖沙醉那一间 但在我心目中,真正的Langham只有英国这一间 因为其余世界各地的Langham,Cordas 只不过是他现在的母公司英军收购后 将他的酒店家庭冠名赞助 但说到最享负成名的,永远只有这一间英国的百年老店 其实我本来都很抗拒舊的酒店 一来东西一旧就异坏 就算后来家装的设施,例如健身或升降機 都未必能够够一间酒店 好像我住了四晚,试过我那边的升降机全部坏了 幸好不是那一天坏了 二来一旧的酒店就会容易遇到都市传说 我的英国朋友一听到我住这间酒店 第一件事就问我,他们有没有给你一间很出名的房间 我鬼知道,幸好全城都住得很舒服 反而下一站去M.O.H.I. Park 一进去已经有点感应了,加上之后的遭遇,算了吧 说回房间,我进来真的要说一句 完全颠覆我对古旧酒店的看法 来到英国真是很佩服英国人的保育功夫 Well Cap 新定义真是横汗鸣 明明看到所有东西都像上个世纪 但绝对新正又毫无违禍 更重要的是一间酒店先天环境对着车路 还有很多人购买的繁华街 有些B部车声响好 但这里的Double Glade Window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隔了大部分的声音 不像M.O. 完全像我住室里的宿舍 我全程都睡得很舒服 再谈谈房间的设施 都不用我怎么说了 最初看上以为它很小 怎能做到厅和房壁里分明呢 但行了,整件纸真的觉得很英式贵气和闲息 今时今日很多新酒店的大Speed 反而做不到这种效果 真的非常佩服 浴室都贯设了它Well Cap 的格局 其实住了几间部分都有一些效果 但这里用料和设断的就是多了一份精致 它不是最大的厕所,也没有浴缸 因为我早了查询,葵德哥哥说 有房子大,但浴缸还未准备 我介意要一间浴缸 所以没所谓,反正没有景 我就很少用浴缸巨星模式 但其实也没有损失 也很满意它的设计非常雅致 浴缸用品也是用Dutique 我之前在Pan Pacific Otra 影片介绍过 不再重复用后感 讲到食物了,首先讲讲早餐 我的套餐是包早餐的,是Palm Cork 都是我一间介绍食咸茶的地方 进来,我这个大香里真的有一种很高的感觉 在香港经常向往那种英式贵族气质 终于向眼前出现 它们主要是以Semi-Bulfill的形式 做早餐 在自助区看到很多高质的芝士 Cocot 或Picco 至于早餐的本身,一看就知道 非常美丽 有Palm Cork,但我手上的烟肉和肠子太重口味 好咸和有点焦 份量又多有点顶不顺 所以第二,吃X Benedict 就反而好些了 不过,其实我这个套餐还包他去Club Lounge吃早餐 虽然选择没那么多,但他们的早餐是一样高水准 而且烟肉还没那么咸,份量又適合我 最好笑的是那个厨师应该是香港人 我听到他在教训另一个香港人视频的时候 那些广东话俗语我都忍不住笑 不过俗语而已 即是那些英文字母代号不是初语 我觉得无相大雅 说回下午茶 入到来,发觉原来平日都很爆露 可见多少游客想一试这间浩清市第一个发明高贴的酒店 其实他们的Finger Sandwich可以认识 我吃了这么多年下午茶 开始发现这一类三文字都万变不离其中 不会有什么特别刺激,也不会太伏 这次来伦敦吃过两间酒店分别是文化和这间 在口味上不会觉得有多大的分别 所以都不再评论了,是清晰吃得满足 至于甜品,你会看到他们有点心思 想要宿舍版想想一些英国传统甜品 像Creme de la Creme,Chocolate Fudge和Butter Poutine 重点是没有我一贯觉得英国的英式甜品死甜 甜到很有 variety 不过Strawberry and Cream真的太大件了 好吃,但我吃不完,加上我这个不好满味的人 就更加难清货了 Scan 都是正正常常 半碟有Claude Cream,Strawberry and Apricot Jam 都没有令人失望 但最惊喜的是它多了个Cheese Scone 我放在网上给朋友看,他说是富裕的 你们真是有想法 不过好吃 至于茶,其实还有惊喜 一向都说不喜欢蒸 但它冲出来的甜品很好喝 可能是香港人冲茶的方法有问题 令到我完全对它改观 还未止 这个下午茶还包括香菱 我为了不想红刀面债 就叫了个半步式的汽水喝 晚餐我又遇到另一个香港人经历 可能他香如故事,他非常好客 而且非常贴心 但我不记得原来我的包装 在这里吃晚饭有7-5折 用卡给了钱都亏了 加上我只是帮上了一次 想回去拿钱都不行 这柠檬汁非常好吃 好像在喝薯蓉那样香 阳格我自己喜欢酥味的样子 这种没什么酥味 但觉得很香 厉害的薯条也很好吃 甜品我叫做Floating Island 蛋白打得很滑 上面有焦糖 又是颠覆了我对英式甜品的那种死甜的感觉 来到英国,发觉他们的甜品 原来可以这么多元化,真的失觉了 至于其他设施,我只用了他们的Dream和泳池 都挺诡辟的,在地上 那个池,你游游下会听到上面的火车走过 还有那个池蓝蓝的,有点诡异 不过很油的,是恒温池 只是灯光有点怪感 至于Dream,刚好设施都不适合我用 只有统统的气验 和龙门架,雅琳 我用不过这些气验 但对于进行Dream Fanatics 这些应该够用 总结来说,今次住这家Langham 其实令我开了眼界 作为一个住开亚洲酒店为主的YouTuber 第一次见识,英式的豪华 和服务水准很有利 但Dignify的服务态度 其实某程度上都要那个地方 有这样的水土和这样的客人才能生存 就好像本来他们安排了S Class车 车我来酒店 结果等了几分钟才发现 原来他们给了一部Range Rover Long Wheel Base 我跟他们说,Sorry, I didn't know it was you 司机笑着看一辆车,便搭了他更好 英国人就是对英式奢华有这份Pride